好 再來要做頭髮哦 那頭髮最麻煩了我個人覺得哦 因為你要弄到好看頭髮要花 要花一些時間哦 好所以說這個沒有辦法哦 就只能花時間慢慢去弄 那頭髮一般來說 呃應該說頭髮總共 差不多有四種做法 那第一種大概就是 那個一根一根長出來這種毛髮系統 哦那那個我們不會去做考慮 那再來就是一整塊的 我這邊有一個 之前的模型哦 像這種 哦他是一整顆的 那你把它拿走啊後面就沒有了 哦這種一整個模型的這也是一種做法 那主要是看 你的 呃專案 是用什麼樣的風格 哦那 再去決定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你的頭髮 好第三種就是 這一次要講的 還有第四種 那 第三種這種是目前 YouTube上面比較常看到的 用blender做角色的話這種風格化角色可能會 比較常看到 YouTube上面教學會用這種方法他是一條條的 那首先我們就新增一個 一個 Circle 喔 Curve裡面的Circle 那這邊先把它移到旁邊 然後稍微縮小一點 好縮小之後呢 進入 這個編輯模式 稍微把它調整一下形狀 哦這主要是要做出那個頭髮的斷面 然後 這個 Circle 的話稍微減少一下他這個邊緣面數 所以說我們進到 他的屬性面板 然後 減少一下 這個 Resolution Preview 大概 3或2都可以哦 應該3或2都可以 好這邊我就用3 因為我到時候不會用這種做法 我會用另外一種做法 不過都會跟你們講怎麼弄 那這邊用3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再省一點面數的話就用2 好 接著哦你調整好你頭髮的斷面之後 再稍微再調整一下 好調整好你頭髮的斷面之後呢 嗯我們再新增一個 Case 好新增一個路徑給他 好稍微把它 提出來然後接著呢 我們 選到我們的Paste 然後也是一樣進入到Paste他的屬性面板找到裡面有個 Geometry 喔 Geometry 裡面有個 Bevel Bevel 裡面我們預設是這個 Round 然後我們選到 Object 喔去吸我們這個斷面 好那你就會 看到長成這個樣子 嗯 嗯 喔那我們這個去調整斷面的話 喔比如說我這邊就隨便拉一個那你會發現我的斷面就會是這個形狀 喔那可以拿來做 這種 喔頭髮這邊這樣 呃那種一條一條那種凹進去的 感覺 喔那當然看你們要不要做啦不要做也沒有關係 重點是頭髮整個要做出來 喔那你們這個 呃長出來之後啊我們就 稍微把它 移動一下 旋轉 歪 軸90度 然後看一下 在旋轉 Z軸 90度 5-90 好那接著 開線架構 那這個他 那個 截面數也太多了喔所以說我們也是稍微稍微把它減少一下 大概 2 看你的頭髮的長度喔 喔不一定這個就沒有沒有很一定了大概2 2或3應該可以 喔這邊我不會全部做因為全部做要花 比較多的時間我大概做個幾根就好 然後 呃稍微縮小一點 然後縮小之後進入編輯模式 喔那我們他這樣是一個整根的一個 哎像柱狀體一樣的東西 喔所以說我們第一個要先把頭尾把它弄的 尖尖的 喔你弄的尖尖的才會有這個 頭髮的那個 尖尖的 哎 他講廢話 好 然後 進入編輯模式喔我們先選 呃先處理下面下面這個點吧選起來 那找到 看一下喔 呃 我都按快速鍵還是要跟你們講一下在哪裡喔 呃 transform 然後 radius 齁他的半徑 快速鍵是alt加s 好點選起來之後 我看一下開這樣比較明顯 齁alt加s 那你就把它縮到很小 齁或者是直接按0 也是可以 好直接按0的話可能會太尖 你就大概 就把它縮到一定的程度就好啊上面也是 然後 然後那中間這邊的話你就看 依照你頭髮的那個 眉戳的那個除息去去做調整 上面可能稍微寬一點啊 好調整完之後呢齁你就選 你的點 然後去拉 這個方法的好處齁是 你這樣去拉他就會很 很順滑 齁可是因為他是一條條的 所以 嗯我是覺得他 不太 適合做 這種 呃 很多 就是你看到現在他這種 前面瀏海這樣一戳一戳的 很多戳 齁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適合啦 他要做也是可以就是會變得很花時間你要一直去 複製一直去複製這樣 然後再去調位置齁那前面這邊 呃這邊你正面看完了之後你要轉到側面去 然後也是一樣稍微 去調整形狀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的這個 點不夠的話也是一樣齁兩邊點選起來右鍵 subdify 齁中間就會多一個點 齁如果說是末端的話也就直接一觸 這樣就可以 去 新增或 減少 通常不會減少啦減少的話應該也是按Delete啦齁 Delete 那個Verticus 好那你就把弧度調整完 那有的情況像我們這邊他就是很平齁 我們要盡量順著這個頭形 到時候 可是到時候 這個東西在做的時候啊 我稍微 轉頭頂轉近一點 我們前面的如果說以這個設定來說的話他可能 前面的瀏海 大概是從這邊開始 兩層 放射狀去找 然後後面這邊會有一個 那個 呃那個比較像分邊吧 齁 分邊然後後面是法旋 然後 從分邊這樣 垂直的長出去 然後到後腦 的時候 然後 就是變成 放射狀 這樣去長齁啊你們就這樣 就是這樣一根一根 齁你可以有的比較 比較 彎 齁比如說 這樣假如說是 側面的話 好 後面好了 那我現在先隨便拉一下 喔假如說你是後面的頭髷的話 你的頭髮的話 那可能會比較寬嗎 呃比較寬稍微放大一點 比較寬的話其實你應該是要 另外再去做一個比較寬的斷面 因為你直接去 調整他的那個radius的話 你不只會變寬哦 頭髮也會變厚 那當然你要這樣也是可以啊哦 哦假設說你 在 要依照你的頭型哦 那你直接這樣去用的話你會發現 那個沒有辦法符合你的頭型 所以說這個時候你就選你的點哦 當然你可以選好幾個 一次選好幾個可能比較好 呃先選這這三個好了 好然後找到 control control points 然後裡面有個tilt 哦那快速鍵應該是control t 好可以做旋轉 好那你就依照你的頭型 去把它 轉轉到比較符合你的頭型這樣 然後 負責 然後旋轉 好這邊先隨便做 哦因為你要弄的漂亮的話要花時間 那你到時候 呃材質 先給他弄上去 那因為我們 就是用這種卡通材質的話哦貼圖我還是會講哦 你用這種卡通材質的話那其實你一些地方接的不是很漂亮其實不會有太大影響他不會 那麼的明顯哦如果說你不畫貼圖的話哦就只想用卡通材質的話那 大概就會是這個樣子然後再補個幾根細細的看起來讓他有細節 哦那這就是 一種做法 這邊稍微補一下好 那 這是頭髮一種做法 那 接下來還會再講 另外一種 哦那另外一種比較麻煩但是我個人覺得那種可以做的比較漂亮 那就看同學們自己去選擇